哈哈哈哈 常磊魚是一個很磁場 很耗人的叔叔 喂!看東西吧 爸爸的腦袋裡就像蛇的八波巡書 那條蛇扭毒 扭下去就沒有血漆 如果那條蛇沒有毒 扭下去就麻煩血流 有很多人 我今年是七十歲 人人都叫我做蛇王儀 五十多年 整個延朗都很少人認識我 很少人認識蛇王儀 所有人都認識蛇王儀 我在這裡做街坊 每個人都認識 我叫阿德 街坊街里都叫我蛇仔 店長大約開了35年 都是做冬天生意 主要的客人 由小孩到80歲都有 小孩喝湯 吃蛇包 這幾年又多了 年輕人接觸到 因為又推出蛇包 蛇肉包 我們裡面的餡料 主要都是用水滷蛇和飯盞頭蛇肉 早餐包是周三會處理的 通常大約六點多鐘 他就會過來做包 大約九點鐘就會有得吃 我十五歲入行 差不多退休了 幫陳家的手 因為沙士時 蛇舖的蛇燈生意比較靜 所以趁家的蛇王儀 就跟我聊一下 有甚麼辦法 可以做到它 好像沒那麼困難 射入口 就把包包著蛇肉 的感覺就好些了 蛇肉包裡面 有些芝士汁 有些花生醬 加了少許黑椒 吃下去的效果很好 做出這個包 這群年輕人 不吃過真的好吃 他們喜歡 冷一點的時間 我們可以買到二、三、八個 對 之前會比較害怕 慢慢覺得沒甚麼 下一步 好吃 我很小時候已經下部幫忙 爸爸教的最多就是 蛛翁蛇的特性 用甚麼幫法去捉牠 其實牠對蛛翁蛇都很熟悉 有一次拍照的時間 我捉著一條飯盞頭 很不小心被牠咬著 可以讓蛇咬好 我是第一次 那段時間我都很害怕 爸爸會幫我切開這裡 刮蛇牙出來 再調整蛇藥 都挺窩心的 有些街坊也跟我說 你爸爸不做的時候 你們要繼承牠 我們很喜歡吃 將我們的信心加強了 更想做好這個事業 暫時守住 爸爸已經開了 可以做到 我看看能否做得更好